西子区招商街寒洞口漏水情况越来越严重 民众经过还得专程打开雨伞 而另外寒洞照明不足 也担心路过民众学童安全 今天上午议员廖正良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 现场会刊要求尽快改善 明明没下雨 不过从招商街走进来拖着菜篮的这位民众 还刻意提下脚步把伞打开 过了寒洞口后又把伞收起来 怎么一回事 主要是因为上头漏水严重 根本就像下小雨一样 再加上流下来的水也不是干净的水 路过民众只能打伞 没有伞就用手遮住头顶 几年下来都是这样的状况 路过民众好困扰 我就是说要漏洞就是说 这样我的地址我就快把它打开 现在看得到就是这边雨已经停了 那你看地面都是干的 那这样子行车还有我们的住户出入的时候 就是有安全的疑虑 所以请这边柜单位做一个协助 那每天经过的大概有近千人次 那这地方那个一直上就来都有漏水的情形 那我们有先前有请来会刊过 下雨过后过了一两天 那可能一些积水会慢慢排下来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路口的地方 现在天气晴朗了还是会漏水 那所以我们之前有请我们细子驱空所 来看过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先把那些垂下来的花草 先把它除掉 那再来我们会用这个接水盘的方式 引导到旁边去 不要说我们出入寒洞的时候 还要这个头还怎么样子的 过了寒洞就是江山万里社区 居住人口两三千人 每天进出真的很不方便 另外就是照明不足 还有蛇出没 虽然一天24小时灯都有开 但白天的灯光已经很微弱 何况到了晚上 担心进出居民及学童安全会堪要求改善 这里小朋友在进出的时候非常的危险 很多小朋友是自己放学回来直接进社区 没有大人陪伴 所以如果说有蛇类出没的时候 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危险的部分 因为原本设置了灯具 可能照度或者是它的广度比较不够 那我们现在我们请细子区公所 来协助来更换 然后来也提升我们白天通行的安全 那因为社区常常反应会有一些小动物通过 那我们希望我们公所能够进出来协助更换 漏水问题越来越严重 已经请相关单位协助师做集水盘 让寒洞口就算晴天也不再下小雨 另外也要求增设照明保障居民进出安全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